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身體防衛的課中 其中一個概念也挺重要的 就是講接種 當去找接種的時候 我會自己這樣理解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不如試用圖和表的形式 幫助你去理解整個接種的機制 原因是因為 其實很多時候 題目的形式或者出發 通常會用表的形式 或者圖表的形式去表達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先看看表 表裡顯示 有四個不同的個體 ABCD 這裏應該是 那個字變項 那個字變項 而 那個應變項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想看看 血液中裏 血型肝炎的抗原和抗體的數目 記住在血液裏面 OK 所以我們就看到 那四個個體裏面 血液中裏面的抗原和抗體的數目 題目第一件事就會問 究竟誰建議接種疫苗呢? 那答案就是 BY 那為何是BY 原因就是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接種疫苗 我們最擴張的事就是 你身體裏面 如果有抗體的話 就是 乙型肝炎抗體的話 當它再次入侵身體的時候 就能夠在短時間裏面 產生大量的抗體 然後 抗體的數量 在大量的情況之下 就消滅回 入侵身體裏面的 乙型肝炎病毒 所以 其實 A那個 其實就不需要接種疫苗 而DOT那個 都不需要接種疫苗 現在只剩下BOY和C BOY和C 哪一個是需要接種疫苗呢? 如果從C的角度來講 它有抗原 但是沒有抗體的話 那去到這個 期間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是對應 在初次反應裡面 有那個抗原 所以 隨著那個時間 身體裏面 就會產生抗體出來 去攻打抗原 所以 其實 C那個 去到最後 都會產生抗體 所以 C那個 亦都不需要 建議去接種 所以 答案 最後選擇 就是BOY 那就是抗原和抗體 在血液裡面 什麼都沒有 你看到 我的想法 首先 第一件事 看圖表的話 記得找回 字變項 認變項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你看到我的理解上 我會用下面的特異性防禦機制 去理解當中發生什麼事 其實整個接種 就是利用到下面的機制 首先 第一件事 就是 隨著時間 然後 我們想看看 血液中裡面的抗體水平 記住 是血液中裡面的抗體水平 一開始是低的 但是 當我接種了疫苗之後 在這個位置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看到 那個 確血液裡面的抗體水平 就會上升 OK 然後 就隨之然 慢慢這樣跌下去 這個 幫大家溫習 這個 就是初次反應 或者 這個 叫做 原發反應 好了 但是 康復期之後 如果再次感染到 那個月型肝炎病毒的話 就會產生 計法反應 或者再次反應 在短時間裡面 產生 大量的抗體 是特異性的 特異性防禦機制 就是專攻打那個月型肝炎病毒 所以 去到後期 抗體數目 是高 然後 高之餘 維持 高位 維持 高濃度 因為 在 這裡的情況之下 幫助身體裡面 抵抗病原體的日親 抵抗病原體的日親 這部分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 去到這個場景裡面 你就會看到我的理解 我就會用圖表 去理解接種我的機制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第二個場景就會問 月型肝炎怎麼傳播 就是 體液接觸 所以 當我們讀傳染病 這一課裡面 和 混合身體防衛 的課裡面 你的理解上 我就會這樣說 就是 多點用圖 多點用表 去理解你正在讀的東西 那下去 你就針對考試 那下去 你將來考試就會輕鬆一點 第二件事 當你讀傳染病的時候 記得不要花落地 讀傳染病 還有 究竟有什麼 預防的方法 去預防體液傳染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幫到大家 拜拜